自产自销农产品的老农张木郎 于2月28号还有3月4号 发起了爱心意卖的活动 并把这两天的营业额12,570元 全数捐出来作为花莲市慈爱基金 而市长魏佳燕专程前往市巴市场颁赠感谢状 他表示种菜卖菜所得的一分一毫都是辛苦钱 而这份回馈社会的心意让人敬佩 花莲市公所一定会妥善运用善款 让弱势朋友都能受到及时的照顾以及关怀 空间不大的摊位贩售的蔬果却非常丰富 每一样农产品都是张木郎夫妇亲手栽种 并且是有机肥有善耕作而成 张木郎表示最近有感于国际间栽情频传 他也意识到台湾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他希望借由爱心活动募得款项 能够回馈给在地需要被帮助的社会大众 在这个市场卖将近20年 但是也是在花莲市卖 但是能做到我们自己的范围 所以尽一点心力 钱是其次的 但是我们种的菜飘一飘 让你安安清醒 让一些年龄大的 重视的品质的人来吃 他就感觉说买的菜吃也好 市长卫家宴专程到场颁发感谢壮 也感谢辛苦耕耘的农民 赚不多钱却还能够奉献爱心 那今天我非常感谢阿伯 张阿伯他其实在上个礼拜 借由我们吴东森议员跟我转介说 阿伯要捐款给花莲市的慈爱基金 那我就有询问说为什么这样 那我有到现场问阿伯 阿伯的意思是说 他在花莲市卖菜已经卖了非常多年了 那虽然他是吉安的人 但是他必须要把赚的钱 有部分的回馈到我们的花莲市 回馈到我们社会上 那今天也到我们阿伯的摊位这边 跟阿伯聊聊天阿伯也将他的 我们所有的一脉的所得 捐给花莲市公所12570的数字 那真的非常感谢 他每一笔钱都是血汗钱 那其实阿伯自己也有田 也有地都自己栽种 然后种出最健康最实在的一个农产品 魏家燕表示每一份爱心善款得来不易 市公所会透过慈爱基金的社福平台 运用在有特殊困难或者是遭遇疾难事件 生活发生贫困需要被帮助的民众身上 希望可以让社会更加的祥和温暖 月轮会幻视报道 感谢观看